你看 然后的话 狗的话我们说形象 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狗很爱自己的家 对不对 我们叫忠心他听主人的话 这是狗给人的感觉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他依附主人 就是如果主人有钱了 他就吃得好 对不对 主人如果穷了 那他就生活得不好 对他主人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在中国我们说狗的话 它有个叫什么 地位很低 地位很低 所以的话 然后说这个狗的品 就是品德不好 但是实际上不是 对不对 实际上狗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的成语 不是现在才有的 是从很久以前就有的成语 然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下面的这个成语 上面我们等会儿再看 下面有个成语叫什么 狗障人士 这和安娜老师你刚刚说的狗有点不自信 有点不自信 其实有一点关系 你看 狗障人 人的人士 我不知道老师 你能猜的意思吗 嗯 我觉得差不多 他说什么意思 聊聊 狗障人士 让就是依靠嘛 对不对 对啊 就是狗跟着他的责任 对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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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他的责任 跟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哦 他就做什么 对 嗯 不是这个意思吗 狗障人士 是这个意思啊 是 我们说呢 有一种意思 比如说如果一个狗 他想咬人 对不对 他不敢 他不是咬人 他看到前面有一只狗 他想去咬它 但是他不敢 如果他和他的主人 在一起的话 他自信了 他就有自信 对不对 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 然后现在的话 这个成语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坏人呢 就是这个人 他想做坏事 对不对 嗯 他呢 就是靠 靠比他更厉害的人 嗯 然后去做更多的坏事 嗯 更多的坏事 所以我们说 狗障人士 这个是骂人的话 嗯 这个是骂人 就你自己做坏事 你做得很小的坏事 嗯 但是你有一个更厉害的人 你就可以做更多的 对对 明白了 狗障 然后呢 我们看这第二个 嗯 这个字写过吗 是 是 对对对 是差不多这个发音 嗯 四声 四声 丧 对 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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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父 知 父 一个大 上面有点 叫拳 啊 拳 就是狗的意思 对对对对 犬是狗的意思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的 我们用拳 我们不用狗啊 不用狗 是这个 那 那 那你们猜一下 什么意思 丧 丧 就是什么 丧应该是没有家的吧 丧家 丢了家的 没有家 对 丧的话 你们学会叫丧师 丧师就是没有了 对对 lost 对 丧家 的 狗 就是没有家的狗 没有家的狗 你现在 你现在的话 如果一个人他做 比如说他做生意 失败了 别人都去问他要钱 我们怎么 也可以说 对不对 说他就像 小家吃钱 对 然后如果你没有家了 也可以啊 你没有家 但是这个是 如果这个人是坏人 你可以说 如果这是个好人 你就不要说了 他没有家 已经很可怜了 对不对 就不要说了 如果是坏人 当然这两个是不好 第三个是好的 你看 拳马之劳 对 拳马之劳 拳马之劳是什么 拳 是狗 对不对 这个呢 马 对 对 就是他 劳动的劳 对 劳动的劳 这应该是功劳吧 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是什么 他很会工作 很会工作 对 差不多了 很会工作 但是你要很会工作 然后你也要愿意 对不对 对 所以他拳马之劳 我们有一个汉字 我们叫 孝拳马之劳 是这个 哦对 我刚刚这么说 那个笔 我们有通常的话 你会听到 或者你在看电视 看电视 或者别人说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这个 笑力 学过吗 笑 对 我愿意为你 孝拳马之劳 意思是什么 我会就像 像马 像狗一样 就是努力的 为你工作 为你做一切 对 为你做一切 对 做一切事情 我们叫 孝拳马之劳 这个是 好的啊 如果你下次 如果你下次非常愿意 给一个人做事情 对不对 你就可以这样说 这样说 那还有 就这个了 一人得到 集权 生天 什么意思 你可以猜一下 成语的话 成语虽然是四个字 对不对 很多我们可以先 就是看他的字 猜意思 很多可以猜 一人一个人 得到 就是他 他什么 他找到了他的路 还是什么 哈哈哈哈 得事 这个得罪 是他的事 对 找到他的路 然后呢 嗯 哈哈哈哈 他跟鸡一样回飞 哈哈哈哈 他跟鸡一样回飞 连 连他觉得这个鸡狗 都要飞黄腾吧 对 然后的话 就现在的意思 就是你只看这个的话 不说现在的意思 就是你只看这个 不说一个人得到 得到的话 我们常常说 如果在古代的时候 你看的时候 你说 他是得到成仙 嗯 得到成仙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以后 都可以变成神仙了 嗯 对不对 那他变成神仙了 他们家的鸡 他们家的狗 和他一起 都去天上了 他们都还猜下的鸡 对 猜下的狗 对 都去天上做神仙 对不对 他很厉害啊 但是他的鸡和狗 他没有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 没有做什么事 所以刚才老师说的 现在的话 我们常常用来比喻这种人 这种 就是一个人呢 得事 是的话 意思是他得到了很大的权利 或者他的工作 非常的 他的位置很高 对不对 嗯 那我问一下你 他的位置很高了 他们家的狗 是不是走路都很有自信了 哈哈 有没有 是不是 我觉得 意思完全不一样 哈哈 一样 就是以前的意思 和现在的意思 现在就是比喻 比喻 你知道 那个metaphor 比喻的话 你现在其实很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 他的工作 比如说是官员 他的工作很 就是他的位置很高 对不对 我问一下你 如果给他开车的司机 给他开车的司机 你觉得这个人厉害吗 嗯 厉害吗 对 厉害对不对 那他如果只是一个taxi的 出租车司机 你觉得厉害吗 不厉害 是不是 为什么他会 你会觉得他厉害 就是因为前面他这个人嘛 因为这个人他厉害 主人厉害 对 主人厉害 所以这个司机 跟他有关系 人都会受到好的影响 是 跟他有关系的人 你看 升天都会变得很厉害了 对 所以我们常常就这样说 哎 你还真是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呀 嗯 说的这个人 他是 这了 对 他是这个 他不是这个 对 他是犬 但是他不是那个 不是前面的这个人 嗯 嗯 其实这个 鸡犬升天 有时候跟他关系近的人 都会得到相应的好处 对 对 刚才我说司机对不对 就只是给他开个车 对 家人啊 朋友啊 亲戚啊 嗯 对 你知道啊 所以说 这是我的那 这这几个 行 那老师 我可以问一下你吗 比如说这个 狗障人士 狗障人士 什么意思 我刚刚说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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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障人士 对 你说过 对 狗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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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障人士 跟着他的主人 嗯 跟着他的主人 跟着他的主人 然后呢 依靠他主人的 嗯 对 嗯 嗯 我先起来了 嗯 就是 他的主人呢 如果他 他的主人在 如果他跟着他的主人 嗯 他 嗯 就敢做一些 不好的事情 哦 差不多 是这个意思 对 他可以做更多的坏事 对 对 是的 是的 搞笑 也是 是的 这个意思 这个你常常说 说人的时候 嗯 这是狗 对 这刚刚我们说的 看 这是我刚刚告诉你的故事 嗯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嗯 嗯 你看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很多人相信 相信 就是说他如果吃了一些 那个 我们叫 现在叫药 对不对 但是以前呢 对 咱们叫仙丹 嗯 仙 神仙的仙 你吃了以后 你可以 可以怎么样 长生不老 嗯 对 就一直活下去 所以你看 他说 他喝了这个药 就是他说这个人 他喝了药呢 他叫淮南王 他叫淮南王刘安 淮南的话 是现在的安徽 安徽省 安徽省 对 他有一条河 有一条河叫 那个 他叫淮南王刘安 他喝了 好的 谢谢 他喝了这个丹药以后 他变成了神仙了 嗯嗯 你看 他们家的狗啊 他们家的鸡啊 全 变成了 全上天了 对不对 变成神仙 他的朋友也喝了 嗯嗯 所以我们叫 一人得到鸡犬 顺便 嗯 这个 这个 你看 这是我刚刚说的 狗状人士 嗯嗯 你看他的 看到没有 如果他的主人 跟他一起 怎么打着狗 他不害怕 主人放了以后 你看 主人没有拿 对不对 他害怕了吧 他再看 立刻回去 嗯嗯 主人又拿着了 这个伤 他又开始 有没有 对 这个主人虽然不是 狗状人士 嗯 没有他的主人 他不敢 嗯 他这是那狗状人士 你看 他这是丧家之选 哦 就是说 我一般说过得不好 过得不好的时候 嗯 刚刚我们说 犬马之劳 嗯嗯 这些呢 都是和古代有关系 他说古代主要是 臣子对那个 皇帝 对皇帝 他非常的忠心 非常的忠心 对 这是我刚才 写的句子 嗯嗯 写的句子 他说 你只要一声吩咐 吩咐学过吗 吩咐就是告诉你去做什么 对 对 吩咐 我一定 我必当 哦 这个是我们后面的成语 嗯 对 安前马后 孝 刚刚我说的 孝全马之劳 就是心甘情愿的啊 我看 这个没有的 我去看 你 坐一下 眼神不好 好 小心啊 然后呢 你看 这是 这是一段话 你看 当初 他被村里人赶出去 如 丧家之犬一般 无处可归 没有地方可以去啊 归 在外面四处流浪 流浪就到处的 到处的 就是生物 对 受尽欺负 都欺负他 我看他人不错 就收留了他 收留就是让他 住在我这里 对 还托人 拜托 对不对 就让别人 给他找了份 好工作 然后呢 当时他跟我说 什么要 孝全马之劳 报答我 对 孝全马之劳 报答我 我刚刚说的 让我感动了好久 谁知 两年不到 他舅父 就是舅舅 舅舅啊 他舅舅 就是妈妈的哥哥 妈妈的哥哥 叫舅舅 嗯 当了局长 当了局长 我们说警察局 对不对 局长 教育局局长 嗯 然后呢 什么什么来的 积前生天 然后呢 积前生天 OK 他也被 提拔 提 我们说提是往上 拔也是往上 所以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啊 都把它从下面到上面 把握我 对 对 拔草 对不对 他也被提拔到了科长 就是比局长小一点啊 工作 他当了科长之后就 就是构杖人士 就是怎么样 就怎么样 处处与我作对 嗯 就是那个败 与我作对 构杖人士 对 就构杖人士是吗 处处与我作对 作对的话 就是说 就是我说对的 他说错 我说这样做 他说那样做 对 叫做对 最后 还找了个借口 把我 开除了 这个故事 还是够不好 都是狗的错 是吗 安强仇报 这个人 听得懂吗 安强仇报 是的 与我听得懂 就是 安安 安 安强仇报 知道吗 安安 将 仇 报 就是别人对你有恩 对你做了很好的事情 我明白 对 但是你用这个 任何一个仇报 对 叫安强仇报 所以这个故事 就是 丧家之犬 犬马之劳 对 一人得到鸡犬身天 是的 这是关于狗的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 你看 我们就写这边的 不用看 这边的不用看 你们都虽然已经看到了 左边的话 很容易是一个路 对不对 对 是个路 然后这个人拿过 这是什么 马 手 他拿手在那说 说什么 这是马 这是马 对不对 这是马 如果是你 这叫什么 我们称叫 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 对 指鹿为马 意思就是说 你看到了鹿 但是你说它是马 嗯 你觉得对吗 嗯 当然不对 当然不对 是不是 那 你们看 我故意的 这就是一个马 我就说它是一个 我说它是个鹿 或者我看到了一个 一个老虎 我说它是一只 是一只猫 你开玩笑 哈哈哈 我故意的 我故意的 对 一只 我开玩笑 是吗 但是有的人不是啊 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他是故意的 他说这个人是做错了 对不对 他说 没有错 他做的是对的 他也是故意的 所以我们说 有一种人 有一种人呢 他说什么 故意的 颠倒 颠倒黑白 就是他把白的 说是黑的 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是非 就是是 就是对的 非 就是错的 他故意这样说的 对 如果他 如果你的学生 学汉语的时候 他这个错了 但是呢 如果老师不喜欢他 他已经说错了 说没错没错 说的挺好的 说的挺好的 是不是就不可以 对不对 其他老师 你不要在那 只录文 不可以说 只录文嘛 对不对 你在那乱说 乱说 我们叫 直录了吗 来你看看 我刚刚说了 司马迁 对不对 司马迁 这个成语就是 在司马迁里面的 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秦始皇北记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皇帝 所以我说 你要知道很多故事 可以去看 实际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是马 看这个 虎甲虎威 图片看得到 对不对 图片 他这个的话 左边是 你看他走在前面 虎 虎甲虎 对不对 你看他走在前面的时候 特别的自信 是不是 后面 老虎 给你吃 老虎走在后面 是不是 对 这唱叫 虎甲虎威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他跟那个狗仗人士的 我觉得好像感觉是 虎仗狗的叫 虎仗虎是可不可以 在这上 是吗 刚刚那个是狗在前面 主人在后面 就是狐狸在前面 对 老虎人 对 有点像 有点像 这个假的话 假它也是在古代汉语中 和现在不一样 对 它是戒的意思 戒的意思 所以他说 在狐狸呢 也是你看 依靠别人的势力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给你看这个故事 给你看这个故事 我把这个退出来了 我把这个退出来了 让你们不好看 对 狐假虎威 这个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看得懂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成语 是狐假虎威 狐假虎威 是比喻 重置别人的顺利 欺压人 小朋友 这都是反其事 可以点一下下面的按钮 听一听这个成语故事 了解一下这个成语的用法 或者玩一玩 Let's go 好英语 他命运 有一只老虎 抓到了一只狐狸 正准备 要吃狐狸的时候 狐狸说 老虎啊 你千万不能把我吃掉 我可是天上派来管理所有动物的领袖 吃了我 可是会受到严重的处罚 狐狸生怕老虎不相信 于是又说 不然这样 你就跟在我后面 看看有谁不怕我 老虎听了狐狸的话 就跟在狐狸的后面 想看看它说的是不是真的 果然 一路上所有的动物 一看见狐狸就躲得远远了 老虎看到了这种情形 却不知道动物们怕的是自己 还以为真的是害怕狐狸呢 小朋友们你们了解了吗 明白了吗 本事 记着权威的顺利欺压别人 不许 没有 老师你看到这个书吧 这个书是 不知道 这是什么 没看过 这是一样的故事 一样的故事 因为 英文的作家写的很有名 儿童的故事 英国作家 对 英国作家 有俄文版家 你看 是有老鼠 有老鼠 这个怪物要吃 把老鼠吃假 对 然后它就 在一样的 也是这样说的 说你走到我后面 是吗 让别人看看 对 那么 原来是中国很久以前的故事 对 对 这个像 虎甲 这个怎么像老鼠 不像狐狸 是不是 它这个特别像老鼠 大化的 狐狸它那个尾巴大 你看它是尾巴大 对 其实那个尾巴很大 老鼠的尾巴小 它是老鼠的尾巴 狐狸尾巴是 还有动画片 嗯 这个 我说不你敢提起这个画 以后可以看看 行啊 幼稚传有 挺好的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还是有喜欢看的 对 这样其实学成语故事 就是学这种故事 就是学得很快 它理解的也好 对 对 它看到这个 让你走在后面 对不对 对啊 对 你走在我后面 就是别 你会发现 别的小动物 都害怕我 嗯 然后老鼠 我真的相信了 对老鼠真的相信了 那名字叫什么 俄文的那个视频的名字 如何 就翻译着嗨 看你呢 哦 对 对 挺好的 我们下课后 你可以发给我们看看 对 你可以把那个link发在我们的前面 大家可以看看 对 好 刚刚那个是马 然后呢 这个我们还有一个马叫 安前马后 刚刚我们那个句子里面有 对不对 只要你一声吩咐 我就愿意 什么 安前马后 然后笑 全马 知道 对对 安的话是这个 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骑马的时候 对 你坐的 我们叫马安 马安 对 安前马后 就是说 我在这个的前面 在后面 就是你去哪里 我就跟着去哪里 对不对 就是我就跟着你了 叫安前马后 我们说 有的人呢 比如说 你看有的开会的时候 对不对 有的工作人员 他非常的 就是怎么说 我们叫安前马后的 一会儿倒水 一会儿给拿个东西 对不对 这叫 也可以安前马后 这是马 然后呢 你看 这个叫 兔子 搞到兔子了 又和狐狸有关系 和狐狸有关系 这个兔子怎么样了 你看 他这个 死了 有一只 剑 对 这是一只剑 对 这是一只剑 射中了 对 射中了兔子 然后你看老虎 不是老虎 狐狸 你看狐狸 他这个 他这样哭 对 他这样 对不对 他哭了 什么意思 我们这个称叫 兔子 狐狈 就是兔子死了 狐狸呢 很悲伤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把兔子吃掉 你把兔子吃掉 无理对吧 然后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比喻 是现在的 我们比喻 同类的死亡 因为都是动物嘛 对不对 同类的死亡 然后感到悲伤 兔子不悲 比如说 就是兔换成另外其他的一个动物 可不可以 为什么就是兔跟狐 它是同类呀 那要是 把狐狸换成一个其他的妈呀 养了的 可不可以 这是成语 他们不吃兔子 对吧 嗯 不吃 他们不吃 那狐狸吃兔子吗 当然 狐狸吃兔子 狐狸是吃兔子的 狐狸是吃鸡的 哦 他也是吃兔子 你知不知道 我们知道 很理智的兔子 俄罗斯有一个非常 对 吃兔子 吃兔子 兔子狐狸 兔子狐狸的话 你比如说 比如说 就是最有名的 就是说 比如说在中 在那个古代 皇帝 对不对 他要当皇帝的话 有两个人帮助他 有两个人帮助他 然后他把 这个 把一个人杀了 嗯 另外一个人很悲伤 为什么 因为他和他的处境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俩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他们俩是同类 他们俩都帮助他了 他害怕 对对对 对 那这个兔子跟狐狸 肯定他俩是关系很密切的 但比如说 狐狸特别喜欢吃兔子 他俩也是一体的几乎 就算 对 所以就说 你看他们两个是一起嘛 那两个 关系亲密 对 关系很好的 对不对 刚刚我们说的呢 关系亲密 对 兔子狐狐狐 这个 买钱 他们的关系 好好的 不是 不是好 但是 很亲密 这种就是他们的联系 他们有关系的 比较近 对 他们有关系 有关系 对 刚刚我说两个人帮助这个人 对不对 对 这两个人就是 他们关系非常近 对 一个人死了 那个人他悲伤 对 他悲伤的是两个 一 他死了 二 他给自己悲伤 他害怕 这个人把他也 对不对 要吐死 我悲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 这可能只有一个 然后呢 你看 这有个树 对不对 树 然后这边有个 这是狼 这应该是个狼 狼 我们说这个 脚 脚滑 和狐狸一样 脚滑的兔子呢 有三个洞 你觉得多不多 兔子 兔子一般是几个洞 好像就是生活在这里 就一个吧 他和他的孩子 他和他的小兔子 他和他的小兔子 小兔三窟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 我们刚刚那个句子 刚刚那个什么老师说 欠钱的事 对不对 如果你欠了很多钱 很多人要去找你 对不对 他一直找不到你 一直找不到你 为什么呢 你可能今天住在这里 明天住在那里 后天又换了地方 对不对 这些地方 你知道 别人不知道 所以我们说 比如说我问 我说 哎 你怎么还没有找到他 哎呀 我也没办法呀 他脚兔三窟 有那么多地方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对不对 脚兔三窟 我给你看那个 我成语的话 中国的成语 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 他很多的成语 他都有故事 他都有故事 我不知道 他这个脚兔三窟 他这个三 是不是十字啊 在咱们古汉 也搭上三六九 往往指的是 对 多 是的 就有很多嘛 所以我说 今天这个 所以现在 你这边 他可能有很多的房子 有很多的住处 对 他有很多的地方 我说 今天这个 明天 对不对 明后天又换了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故事 齐国 愣常君的门下 有一个叫 你看 这是一时 齐国 愣常君的门下 有一个叫 洪宣的时刻 他带 孟常君到薛帝 收租回来的时候 孟常君问他 先生那么快 就把所有的欠租 都收回来了吗 全部都收妥了 那么 那你替我买了什么 要回来呢 您不是说过 要买一些家里 欠缺的东西吗 依我看 您的家里 什么都有 就是欠缺了 亿 所以我自作主张 给您买了亿 回来 孟常君听了后 感到很疑惑 爱亿 对 我在薛帝当中 把所有欠租的单据 都烧了 那里的居民 各个都称送您 爱民如此 仁义可封 孟常君无可奈何 只好说 算了 后来 齐王免去 孟常君的官职 他只好到薛帝居住 原来 你当日为我买地 是有这个用处 狡猾的兔子 会为自己准备 三个藏身的窝 那样才可以 逼过一些杀身之祸 现在 您虽然拥有 薛帝这个藏身的地方 但是还不能高枕无忧 请让我为您 多准备两个藏身的地方 经过冯玄的部署 先有梁王再三派前使节 来礼聘孟常君做国相 后来齐王听到消息后 也来请孟常君回国做国相 还答应孟常君的要求 在薛里建立了宗庙 结果孟常君就会齐国 过了数十年的国相 他这个故事的话 他说的 可能有的没听清楚 对吗 没有听清楚 有的听不懂 听不懂 他说的是在古代齐国 齐国有一个皇帝 就是我们说以前 就是中国的土地 都属于皇帝 对不对 不是自己的 然后呢 就是他派这个人叫孟常君 去呢 收那个租 就是我们租房子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钱给 收租 对 他收租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孟常君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这个皇帝就问 哎 你收的钱呢 然后呢 没有 就这样 孟常君说 我给你买了 我收了钱 但是我拿这个钱呢 给你买了 你最需要的一个叫义 我们说那个义气 对不对 买了这个 然后呢 皇帝你说 他听了高兴吗 嗯 他听了不高兴 他听了不高兴 因为没有钱了 对不对 他不高兴 不高兴呢 他就把那个孟常君 就不让他做官了 你去那个叫什么 靴地 刚刚我们上面看到 去那个靴地 就去那个地方了 他在那个地方呢 因为就是说 他把那些 你人的租的 那个条 是不是烧了 烧了以后吗 很多人都感谢他 是不是 感谢他 然后呢 有一个人就跟他说了 虽然你在这个地方呢 现在有点安全了 皇帝可能不杀你 对不对 但是万一 他要杀你怎么办